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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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毕达 你一点都没有变 小丽 我再变 我真的一直都在变 我做了很多我不想干的事 没有意义的事 很了不起吗 但是我说的都是实话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 不能跟她说实话 你一开始就说 让她帮助你不就好了吗 那个是你的亲儿子 你为什么要撒一个弥天大谎 陈毕达 你没变 你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去可以牺牲别人 可以不择手段的人 哪怕是你的亲儿子 我那不是搞错了吗 我以为陈安是我儿子 后来当我发现的时候 我跟江宇的关系已经很僵了 江宇这孩子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不是那种有利益 就可以收买她的人 她重情一重得很 所以我当然得等她缓一缓 等我们的关系缓和了 我再让她帮我 而且我想换回我的身体 有什么能做呀 霍聪 你你愿意吗 你愿意一直待在 别人的身体里吗 那好受吗 江宇的事 我欠江宇的 等我换回身体 我可以来补偿她 我可以加倍补偿她 她不是喜欢科技吗 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喜欢科技 那是因为她相信自己的爸爸 是一个有理想的科学家 可是你呢 利用自己的亲生儿子 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说得没错 江宇是一个不在乎利益的人 她重感情重得不得了 所以 请你不要像当年对待我这样 去伤害她 江小丽 江宇是我儿子 我是她的爸爸 她做什么事我都会支持她 今年一样 明年一样 以后也都一样 你身为她的妈妈 你也应该明白 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我们都不能影响孩子 你以为特别重要的东西 你觉得别人就会在乎吗 陈毕达 江宇是我儿子 我亲手养大的 她是什么样的性格 我心里最清楚 你所谓的这些 给她带来的东西 到最后 只可能给她带来伤害 作为一个母亲 我不允许你伤害我儿子 这么多年了 你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儿子 以后 也就当这一切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请你离开江宇 请你离开江宇